在浩瀚沙漠上盡情甩尾 大陸电头车大厂比亚迪 推出的首款油电力皮卡 Shark展现满满的肌肉线条 上山下海通通难不倒塌 身为新能源汽车龙头的比亚迪 光是今年前五个月 在大陆就卖出126.69万辆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6.8% 而且加上政府寄出的旧车报废补助 让车主纷纷抢着入手EV车款 大陆内需靠补贴拼买器 扩大电头车销量 外销到国外也得靠补贴 压低售价抢供市场 但却在欧美踢到大铁板 欧盟最新宣布将针对大陆 进口电动车课征暂时性高关税 欧盟周三预告计划从7月4号开始实施 惩罚性加征关税 根据企业此前配合调查的态度 税率有所不同 配合度较高的比亚迪 课征17.4% 吉利汽车20% 上汽则是因为不配合调查 最高课征38.1% 再加上欧盟原本就对 进口电动车收10%的税 这使得路场EV进口关税 可能增加到27.4% 欧盟在去年10月就正式展开 反补贴调查 如今初步认定 从锂电池矿区的原料端 到电动车制造 再到出口欧洲的运输过程 整条供应链充斥着北京的补贴 尽管尚未实施課税 但北京当局已经炮火全开 口头上强烈反对 欧方裁决披露中的认定 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 此举不仅损害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合法权益 扰乱中欧新农员车互利合作 大陆还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大陆企业的合法权益 我们敦促欧方认真倾听各界的客观理性声音 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许多分析师担忧欧盟加征 关税的这一个举动不只可能会引发贸易战 也很可能会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从欧洲智库的调查书记显示 在欧洲销售的EV中 大约三十万辆是从大陆进口的产品 销售额高达一百一十亿欧元 占比四成 成为大陆电动车的最大出口市场 一旦实施课重税 同样会让在大陆设厂的欧美电动车企业 利润下降 受到欧盟拟定加征关税的影响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就拿消费者荷包开刀 马斯克13号宣布 预计将调涨Model 3在欧洲市场的售价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